Lun Sang 狗 隨著醫學技術進步 人可以透過身形而知 在活動的時候恢復觸覺 現在連動物都做到 奧地利有雀仔因傷截肢之後 團隊送了一隻永久的腳給牠 這隻雀好像沒甚麼特別 但仔細看就會發現牠沒有一邊爪 牠是米亞一隻癡症的胡鴨咒 有次牠用羊毛捉巢的時候 右腳被羊毛纏住,缺血壞死 後來被帶到位於奧地利的 貓頭鷹及療類保護區 但因為傷勢太嚴重,需要截肢 而米亞長期依賴另一隻腳支撐 令僅餘的腳亦都腫脹發炎 好似米亞的大型療類比少療重很多 在沒有一隻腳的情況下 會變得難以降落和行走 甚至會無法捉住裂物 最後死於營養不良 唯一立醫科大學團隊 決定送給米亞一隻永久的腳 雖然以往有過為療類裝二隻 但這次是世界上第一次為療類做骨整合手術 將二隻直接連接到截肢腿骨的末端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骨就會跟二隻貼住並且陷在一起 這個方法可以令米亞的腳 恢復日常活動時的觸感 手術過程刊登在科學報告 手術完成後的三個星期 米亞開始嘗試行走 她的另一隻腳亦都康復 現在已經可以正常行走和降落 下集訪 外行 by bwd6